我是Suey,從事藥品批發業 店舖經營了38年 由我百庫到我是第二代 在很多年前 泰國的一間藥廠 她有興趣在香港發展 當時找了百庫 覺得還可以 可以引入泰國的藥來賣 一直做到現在 百庫都差不多90歲 她覺得都需要找人去承繼 她覺得我是一個合適的人選 而她對我都差不多好像女 我有點興趣 覺得如果這個生意沒有人承繼 都會可惜 所以我就幫忙 做這行主要是 幫人減輕痛苦 還有醫病 泰國藥,相對其他國家藥 其實價錢比較相宜 而且質素也是很好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貢獻就是這裏 開始接手的時候 都掙扎過一段時間 坦白說真的大的挑戰 因為始終第一 自己不是讀這行出身 也都未從事過這一行 其實靠著情子 就是親情 記得之前其實我教書的 那時經常喉嚨痛 又真心酸痛 那時就很好 百庫就請我吃喉糖 吃過又真的覺得很好 那我也很想這些這麼好的產品 繼續可以有人去宣傳 繼續在香港可以賣 我初初接手的時候 都遇到一個相對地比較大的困難 因為之前百庫做開那裏 租約期滿 原來沒想過 藥批發商要轉地 是很反覆的 首先那個倉 它有要求不能太近廁所 亦都不可以接近陽光 需要用一些膠的cover 去佔高 萬一公司爆水後 木的cover就會吸水 就會有影響那些藥品 與此同時 轉一個牌照的伺候人 就由百庫轉了做餓的時候 都需要經歷interview 衛生署來問我 很多關於這一行的一些要求 執業守則等等 都要找很多書 看很多東西 才能成功轉到這個伺牌人 其實這行業都很嚴謹的 你賣了貨給什麼藥行 他們都要求我們要有記錄的 他們又會突擊你 檢查你的倉可以嗎 溫度、濕度的控制是多少 都要保存在最佳的質素 而且濕度不能超過65% 其實家人的方面 就沒有給我很大的壓力 都很好 都很支持我 但反而那個壓力 可能是自己比自己會比較多 都很擔心 我教書的 突然做生意 不只是買賣那麼簡單 你要去管理所有的東西 人事部也是你搞的 宣傳也是你 去藥房跟客人去 去推銷也是你 沒想過原來是做生意 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 在教書的時候 很多東西可以準備 人事後才走到課室 但去到商場 就像武廷數上一個電場 你要考自己的職場反應 轉數又要很快 都要在壞臉頂上 都會害羞 但我覺得自己提醒自己 就會是個人大膽了 其實從伯父來到我 之前他沒有去搞網上的宣傳 我現在都有去著手這一部分 還有都有去擺booth 擺攤位 等多些人去認識我們的藥 接下來著手都會從這個方向 因為我們藥品批發商 不可以直接去賣給街客 但例如後堂 其實你有少許喉嚨不舒服都可以吃 我就可以擺booth 然後就給別人去試吃 最主要是給別人去認識 因為我覺得是口碑很重要 如果你的藥不去街上 去散發多些的話 就難有人去認識 其實我們的藥品是非毒品 一般的零售店 都可以買的 可能一些是便利店 零食店 甚至老人院那些都可以買 接下來都會接觸這些零售店 看看有沒有合作的機會 還有都會想把這盤生意 怎樣可以再發展多些 怎樣可以不要浪費白褲的心機 一路怎樣可以讓多些人 認識我們的產品 一切得來是不簡單 覺得自己是會有個使命感 怎樣可以再把多些人去認識 這些這麼好的產品 希望他可以努力 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經過大約40年的努力 有人這樣接受 不會分散了他 希望他努力做下去 他是可以的